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立位记第七个礼拜 我们今天会把第九章念完 还有第十章的第二节 我们会挺在第二节的地方 那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还要补充一下 因为上一次我们念的是 Topical Studies The Glory of God 然后念完以后呢 有很多人来问问题 那其中一个问题很好 因为我们上次在介绍的时候 跟大家说那个 God's Glory呢 在希伯来问旧约的时候呢 是Kaba 或者Kaba 如果到新约的时候呢 是Doksa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在以西结束的时候 十一章的时候呢 这个Kaba就离开了 然后可是到新约的时候呢 Doksa就回来了 就是耶稣基督 然后最后在Revelation的时候 新天新地降下来的时候 我们会跟那个Final Glory 那个Doksa在一起 然后问题就是 有好朋友在问说 那在圣经的里面 那个Kaba走掉了 那有没有回来 有没有以Kaba的身份回来的 或者是以这个字回来的 而不是Doksa回来的 答案是有 我忘记跟大家提这个了 所以我们先补充一下 是在以西结束43章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图形来解释一下 这个图形我跟大家说过 这是Clarence Larkin画的 Clarence Larkin呢 是这幅画是在1919年的时候画起来的 Clarence Larkin很厉害 他是一位牧师 他在做牧师以前呢 是一位建筑师 所以他很会画图 所以他把整本圣经的都以图片 这种来表示 所以非常好 以后我们带大家念Revelation的时候 我们就是以他的 他的这个这个图表来做 念书的一个方式 我们因为最近有很多的迹象显示 耶稣再来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 所以我们会考虑再把启示录再拉回来 我们再念 我们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不会念的一个字一个字 帮大家解 但是起码是整本书 我们可以走过一次 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这样做法 OK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Doksa走掉的时候 以西结束差不多是在逐间 你就当做五百年来看 这样比较简单 所以差不多主前五百年的时候 Doksa走掉 OK 然后走掉了之后呢 对不起不是Doksa走掉了 Kervat就走掉了 走掉以后呢 Doksa回来的时候 是以耶稣基督的身份回来的 可是他回来的时候 他第一次first coming的时候呢 他是身份被藏住了 所以他是虚极论 他没有显示出来 以后呢被钉上了十字架 然后呢 被埋葬 然后复活 然后他复活的时候 这一次我们上次讲过说 这好像是他第二次离开我们 那可是他这次离开的时候呢 他把圣灵留给我们 所以圣灵下来以后呢 就开始建立教会 然后 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叫做恩典时代 就是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时代 然后Doksa他会再回来 Doksa再回来的时候 是second coming 我们跟大家也提过 second coming呢 会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他会先回来 把church的人给接走 还有呢 是在旧约时代的这些圣徒 所以他会接走 所以这是第一次 part one的first coming 然后呢 他接着rapture之后呢 这个世界上就会进入到一个 慌乱的情况 就是我们讲的灾难 大灾难 the tribulation 然后在tribulation一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盖圣殿 记得那个现在的圣殿被摧毁掉了 所以差不多是在三年半的这个地方会盖好 盖好了之后呢 这段时间呢 如果你是听这个底基督的话呢 你的日子会过得很好 那如果不听底基督的话呢 不在额上打印的这些人呢 就会很惨 这个就是tribulation saints 会被谋杀的 然后可是到三年半之后呢 这个底基督会献出他的真面目来 所以就即使这个圣殿盖好呢 都不是在敬拜耶和华 是敬拜地基督 所以接下来的三年半会更糟糕 所以total呢 这个tribulation会有七年的时间 在七年结束的时候呢 耶稣的second coming the second part会来 所以他会再下来 然后会打一场阿玛格尔的那个战争 然后呢 这个坏的东西都被丢到 要不然就丢到火壶 要不然就丢到这个无敌坑去 然后呢就会进入到一个很 比较平和的一个时代 就是千禧年 会有一千年的时间 然后千禧年结束之后呢 被丢到这个abyss 这个无敌坑里面的 这个最糟糕的这个 这一只撒旦 他会被放出来 然后同时呢 在所有死掉的人 没有经过第一次复活的人 也都会在这时候复活 然后呢 这白色大宝座降下 会审判生者死者 然后最后呢 你的名字如果是在生命册上的话呢 就可以进入到新天新地 所以最后的时候 这个新天新地降下来 然后这个世界上呢 就会毁灭掉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 这个新的耶路撒冷 新的地球去居住 OK 所以我们就讲过 这个 Kavah是在这个地方离开的 然后Doksa回来 耶稣基督回来 耶稣复活 圣灵留给了大家 这样一路走过来 最后呢 新天新地 那个奇事录21章 是在这个地方 那在这个中间 那Kavah什么时候回来呢 Actually是在Millennial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在 以西结书43章的时候呢 这个很好玩 这个虽然是发生在以后的故事 可是以西结书 已经帮我们分析得很清楚了 所以在以西结书第43章 1到5节的时候 会告诉我们 Kavah return to the temple 这个tempo是什么tempo 是Millennial的tempo 也就是第四个tempo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念一遍的话就懂了 他说以后 他带我到一座门 就是朝东的门 记不记得 第一次Kavah走的时候 就是从东边走掉的 所以从哪里走 就从哪里回来 所以以后Kavah会从东边回来 以色列神的荣光 从东而来 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其壮如从前 他来灭城的时候 我所见的异象 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 所见的异象 记不记得有那个轮子 我们讲过 那个上帝成的那个Tesla 有没有 就是整个的异象 他又看到 他就是上帝怎么 神怎么走的 Kavah怎么走的 坐Tesla 现在又坐Tesla回来 我就朴佛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 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灵将我举起 带入内院 不料 耶和华的荣光 充满了殿 所以我们就知道 Kavah会Return到这个Temple 是在Millennial 所以会回来 OK 好 那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四个圣殿 你们就比较不会搞混 所以这个最早的时候 是Tabernacle 我叫大家记这个Cubits 所以100乘以50的这个9 100走 50走 这个我们念得很清楚了 如果还有一文背不起来就多念几遍 所以这是Tabernacle 我们也讲过Tabernacle 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最后是在Solomon的手上 才把这个圣殿盖好 所以在Tabernacle里面的 这个约会 就抬到了这个Temple的里面 OK 所以这是第一圣殿 第一圣殿是Temple 所以是Solomon的那个Temple 所以这是Tabernacle 然后以后到了南北国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Solomon的圣殿 就被毁 尼布贾尼萨把它给毁了 那不是全毁 所以以后我们知道 过了70年之后 就有三拨人回来 第一拨就是索罗巴布 带着大队人马 回来建这个殿 那这个殿他就把它修好了 这个殿长什么样子 其实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图片 我们也没有什么相片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等到再过了差不多四百年 四五百年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是西律 西律大西律 那个Herald the Great 做这个地方的统治 他很喜欢盖房子 所以他把索罗巴布的那个殿 继续的扩大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Herald's Temple 所以当耶稣 你在新约里面的福音书里面 念的这个Temple 都是第二圣殿 我自己本身记第二圣殿 我是记索罗巴布 但是我会打一个括号 大西律一起寄进 那个寄进去 因为这个殿 是要谢谢索罗巴布重建 同时呢 大西律呢 再把它变得非常的 Elaborate 然后以后这个索罗巴布 或是呢 Herald's Temple Second Temple 第二圣殿呢 在祖后七十年 罗马人攻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圣殿是全毁的 一个石头 都没有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 全部拆掉了 以为平地 然后呢 一直到祖后六百多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回教人进去了 进去以后呢 就在原来有这个 Temple的地方 你今天可以看得到的呢 他就是盖了一个 金顶的回教徒的清真寺 OK 那他们以后 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学者 在想说 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盖圣殿 以后的这个 以色列人要怎么样 把第三圣殿盖起来呢 现在有一个理论 就是已经传了 大概二十几年 我记得我十五年前 听到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是研究越来越多 你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到网路上去看啊 他就说这个金顶圣殿 其实并不是以前的那个 第一圣殿或第二圣殿所在 他说那个所在的地方 其实是在这个小亭子 这个黑色的小亭子 这个地方 这个小亭子呢 叫做Spirit 或者叫做Tablets 所以他们有这个科学家在那边 用什么很多方式去测 他们觉得是这个小亭子 才是以后真正要盖圣殿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说第三圣殿 如果盖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的尺寸不会干扰到这个清真寺 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 以后两个店会同时的存在 你如果近一点看的话呢 这个如果是那个清真寺呢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 是这个黑顶的这个小亭子 这个小亭子 他们说这个下面那个位子 应该就是圣殿所在 所以犹太人现在有一个Temple Institute 他们就一直在准备这些准备 要盖这个以后的圣殿 还有祭司制度 所以他们都已经在开始 Train这些Kohani 你如果今天去 去耶路撒冷的话呢 去参观他这个Temple Institute 你已经可以看到模型了 所以以后他们会在这个地方盖起来 那这个地方就是第三圣殿 也就是会我刚刚讲的 盖三年半的时候呢 低基督会出来 所以通常的学者都把第三圣殿呢 就叫做Tribulation Temple 所以Tribulation Temple是还没有盖出来的 很可能是盖在这个金顶清真寺的旁边 但是它的模型 它的材料 它的工程 那些还有一些工匠 通通都已经找好了 然后他们的这个圣殿里面的家具 什么金灯台啦 橙色饼的桌子啦 铜坛啦 什么他们也通通都准备好了 就是准备施工了 所以这个是第三圣殿 第三圣殿呢 会在进入大灾难之后开始盖起来 盖了三年半之后 它就会被迪基督给拿走 然后再经过三年半呢 这个殿呢 应该是会毁掉的 我觉得是毁掉的 有很多讲法 就是跟当年这个大西律去修 索罗巴伯的殿是一样的 有人是说有解经的是 认为是修的 那有解经是说重来 我自己觉得是重来 所以重来的那个殿呢 就是千禧年会盖一个新的圣殿 叫做Millennial Temple 也就是我们刚刚念 以西节43章 那个神的 可怕会回来的那个Temple OK 所以四个圣殿 我们就很简单了 这个是Tabernacle的尺寸 这个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王圣殿 然后Solomon Temple 然后第二圣殿是Zerubbabel 或是Herald Temple 第三圣殿我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是Tribulation Temple 第四个圣殿呢 你可以在以西节书里面 这个尺寸都画出来 是最大的一个 所以叫做千禧年的圣殿 所以整个Bible里面有四个Temple 就是这样念法的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回来我们的 历位记 我们今天是在第九章 我们下次应该就可以把它念完了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念这么多次应该可以背起来了 整个历位记 分成三个大的部分 就是Rituals Priests 还有Purity 然后前后都会提到 前面会有一半提到 后面有一半提到 中间就是Yankapur 那个The Day of the Atonement 把它连在一起 最后呢 这当然就是一个结尾的地方 OK 所以我们在前面这个念了这么多 就是这五个记是最重要的 凡记 素记 平安记 赎罪记 和赎千记 我跟大家讲过第五章 一到十三节 夹来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称它为赎罪赎千记 因为它可以是这个Sheta 或是可以是Ashame 然后我也跟大家说 就是能够把这个希伯来文 稍微注意一下 你背不起来没关系 就是看了以后 你大概知道是什么字就可以了 翻记的话呢 是Ola Something Goes Up 所以Smoke Goes Up Minha Minha 是素记 然后Shelon 最简单嘛 然后Sheta 或是Heta Keta 都可以 然后Ashame 是数千记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 凡记呢 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 从大的 那个牛 一直到最小的鸟 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攻的 然后它不要 没有任何素的东西 所以No Flower 凡记是No Flower 那Grain的话呢 就是素记 素记的话呢 它就是可以去把那个面粉 是生的 或者是那个面粉呢 去烤过 煮过 炸过 煎过 通通都可以 你可以不 那一般来讲是不加酵 不能加酵 不能加蜜 可以加油 可以加香 可以加盐 但是在两个情况之下 素记是可以加酵的 一个就是在出手记的时候 有三次 这个季节要限这个 出手 第一个 First Fruit的时候 可以加酵 你记得加了酵之后 就不能烧了 加了酵以后 就要摇一摇 举一举 所以两个情形 一个呢 就是素记在做出手的时候 然后另外一个是 平安剂 如果是用素的来做的话呢 也可以加酵 所以只有这两个情形 那这个平安剂是 公的 公母的动物都可以 那它通常要大的 我们讲过 那个小的鸟 比较不行 因为没有办法 那个和吃 因为平安剂 就是你吃一口 我吃一口 这个祭司也可以吃 献祭的人可以吃 然后还有一部分 就烧给那个神吃 所以通常都是 比较大智的 从牛一直到羊 这样子 所以它是 No Bird OK 可以有效 所以这两个 都是可以有效的 那赎罪季的话 我们跟大家讲过 它是分阶级的 总共有四个阶级 对不对 祭司跟会众的话呢 是献牛 然后再下去 就官长献一个公的羊 然后那个 一般的会众献个母的羊 就可以了 那这是在立位纪 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提到的 然后立位纪第五章 因为这个赎罪赎千级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知道 赎罪季呢 它如果没有钱的话 它可以献一只鸟 那也再没有钱 它也可以拿来献一个 献一个素季 但是不能有效 不能米 不能油 不能香 因为这个赎罪的部分 然后记得这个赎罪季呢 都可以 祭司可以吃 它烧的部分 就是纸油干肾 所以其他的东西呢 都可以 这个赎罪季 都是通通归给这个 祭司的 可是如果是 第一个阶级的 这个羊布 所以是 给祭司献祭 或者给会众献祭 如果是一只公牛犊的话 是一只布的话 就不能吃 OK 好 然后 这个赎罪季比较特别 赎罪季呢 就是线的是一个 RAM 一个公棉羊 可以比较大的 或是比较小的 所以可以是RAM 可以是LAM 比较特别的一点 就是它要加罚金 要加20%的罚金 所以total要变成120% 夹在这个中间的 赎罪赎罪季呢 这个线的季 跟赎罪季的 最下面一个阶级 差不多 所以是 female的GOT 或是 female的LAM 也可以是小鸟 也可以是flower 相同的 不可以有效 不可以有蜜 不可以有油 不可以有香 绝大部分的这些剂呢 剂丝都可以吃 或是拿东西 像繁鸡 它可以拿皮 肃剂呢 一把烧掉的话 它可以把剩下的 都是它的 平安剂 它也可以吃胸口肉 或者吃那个幼大腿肉 就跟大家讲 吃那个越南粉的brisket 或是炉牛腱的牛腱 很好记 赎罪季 也大部分都可以吃 除了是牛的话 要全烧的 然后赎罪赎千计呢 只要是赎罪季的部分 都可以吃 因为它这个不是牛了 所以甚至只要把 那个纸油部分烧掉 都是祭司 可以吃饱饱的 那赎千计也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复习 这个表呢 你多念几次 真的不用背了 你就每次念到这个地方 你多念几次 你就不会搞混了 而且不搞混以后呢 你再往下念的时候 有一些问题 很容易会带出来 然后它还有一些额外的说明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比较重要的还是一样 赎罪季如果是不 的话都不能吃 我们这边这个地方解释得很清楚了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请大家就自己这个地方 可以打印出来 就要念一遍 应该就可以了 好 那什么时候要吃呢 我们讲过赎罪赎 赎罪赎千计 这两个计呢 是mandatory的 所以赎罪季就是任何的误犯 任何的unintentionally 我不是故意的 这种时候都可以 拿这个动物来 动物蓝鸟啦 或是这个书记来 来跟神做对不起啊 然后呢 这个赎罪赎千计 和赎罪赎千计 第五章一之三节呢 这个都定得很清楚 所以什么时候要 要做这个赎罪赎千计呢 就是有三个情形 不做见证 还有呢 冒失法事 其中最重要是第二个 就是不解 摸了任何不解禁的东西 都要带那个羊来 来谢罪 所以这是赎罪赎千 没有钱的话呢 可以带鸟 然后甚至于带这个素纪 都可以 我们刚刚讲过了 那赎罪赎千计的话呢 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辜负了神 一个辜负了人 什么是辜负神呢 就是他的东西你乱碰了 所以圣物上面误犯了 那什么是富人呢 就是你跟人家交易啦 贪了人家的东西 抢了人家的东西 捡了人家的东西 有时候会去说谎 拿了人家的东西 启示什么 这有的没的 就是辜负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都要去赔多的20% 然后献一只 山羊的东西 REM 或者是这个LAM OK 那我们讲过这个 繁记素纪平安纪 就是心甘情愿的 你这个 就是不是 你不是非要 非要去做 不是mandatory的 是voluntary的 然后呢 在献的时候 繁记可以跟素纪 繁记可以跟素纪 一起 一起献 这很简单嘛 对不对 就是动物跟植物 荤的跟素的 可以一起献 繁记也可以跟平安纪 一起献 就是繁记献的部分 不能吃 平安纪献的部分 我如果兼具献平安纪 我可以一起吃 那如果说平安纪 是跟别的纪 这样一起献的话 平安纪永远都是 最后一个的 这个赎罪纪 永远都是第一个 所以繁记也可以 跟赎罪纪 一起 一起来做 先赎罪 然后再 在这个dedication 那除了这种voluntary之外 那在繁记的部分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规定的 那这个祭司 要定期的来烧 所以每一天 然后呢 每一个安息日 就是每一个礼拜都有了 每个 Sabbath 然后呢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 还有呢 节气的时候 它都有固定的 要烧多出来的一些动物 所以这些都是复习 所以你大概看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 多念几次 你就晓得了 然后呢 我们上次也念到第八章 第八章的时候 是亚伦跟他的儿子 在承接圣旨的时候 他是一个特别的祭 他跟我们念的五个祭 又不一样了 跟赎罪赎签又不一样了 他的次序 还有他的一些 一些做法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才还是复习一下 在承接圣旨的时候呢 这些祭司们要怎么办呢 摩西要先帮他们清安静 然后呢 要换上新的 就是换上他们的工作服 他们的scrap 然后呢 要让这个高友 倒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讲过二跟三 穿了衣服了 倒了游了 这个就是 就是要上任了 appointment to the office ok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要献东西 所以我用ABC来 4A4B4C 所以总共要带三个动物来 所以我们讲过赎罪要先嘛 所以先献一个赎罪季的公牛 这个很合理 因为他是祭司 然后呢 还要献梵祭 所以先献赎罪季 再献梵祭 第二次的梵祭呢 是一只公棉羊 然后他会有第二只的公棉羊 这只公棉羊 就是承接圣旨的公棉羊 这只比较特别 是因为他要把他的血取出来 然后放在这些要被 被传授圣旨的 这些祭司们的右耳朵上面 还有右大拇指 和右脚的大拇指 然后他的肉的部分呢 如果说是亚伦必须要去拿起来 摇一摇 举一举的时候 这个我们叫做first wave 包括了荤的 包括了素的 所以包括了油 包括了 因为是羊嘛 就是他现在带来是羊 所以有一个肥尾巴 所以包括了所有的枝油 肥尾巴 还有肝和腰 还有很特别一点 就是这个幼腿 幼腿他本来是可以吃的 可是在这个地方 他就不能吃了 还有一些饼 有三块饼 有无效饼 有加了油 有上面抹了油的薄饼 所以油饼 薄饼这个叫做minha 这个是素季的一部分 所以这一些全部的东西 亚伦要自己拿起来摇一摇 然后就把它给烧掉了 然后它会有一个second wave 剩下来的肉 是摩西会把胸肉给取走 然后也是摇一摇 然后剩下的肉 那个就可以交给亚伦 和他的儿子吃 在会幕的门口吃 然后吃的时候 因为光吃肉很腻 所以要吃一些饼 我们跟大家讲过 这个饼 不是属于这个素季的minha的饼 它的原文叫做leham 就是一般的 好像带便章的这种东西 所以不是要拿来献给神的 所以它是可以吃 如果今天素季 是要拿来做承接圣旨的话 必须要全部烧光 OK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上一次的复习 所以呢 我把这个第八章也做了一个表 所以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用橘色的地方 所以它赎罪季 立位季第八章的 祭司礼的时候呢 它有四个季 赎罪 凡季 承接 圣直 同时有一个素季 所以它的赎罪季呢 它带去就是一只公牛 这只公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血 就是你记不记得 以前那个赎罪季的 如果是公牛的话 要带到帐幕里去 然后对着那个vail 然后七次 然后还要抹在那个香炉的上面 记不记得 可是在第八章的祭司礼的地方 它是抹在这个坛上的 然后这个祭司礼是要全烧 完全没有东西可以留下来吃的 所以大家稍微这个地方 我用橘色的地方 给大家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它要献帆季 所以是第一只的公棉羊 这个是全烧 原来说一般如果是替别人献的话 那个祭司可以拿皮 这个地方不可以 就所有东西通通都烧光 然后还有一个第二只的公棉羊 就是比较麻烦 我们刚刚讲过那个血要抹在三个地方 然后呢 要把这个纸油啦 肥尾巴啦 肝跟腰和右腿呢 全部烧掉 可是胸口的肉呢 是留给那个Moses 然后剩下来其他的肉呢 亚伦是可以吃掉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特别一点 是摩西可以拿到这一块肉 因为我们讲过摩西 它这个时候是act as priest 它同时还有这个first wave的时候 还要wave这个素季的饼 无销饼油饼跟薄饼这个明哈 那这个地方记得明哈的话 那个素季是要全烧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不觉得 这个这个祭司礼算是平安季 我觉得祭司礼应该是独立出来的 所以我把它放在 承接圣指特别的季 这个有一些解晶的 解晶的地方 你会看到它会解成平安季 可是我怎么读我都觉得不像 所以我自己在念的时候 我是把第八章整个独立出来的 要念了这么多东西的话 我们就晓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立位基 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上帝是神圣的 如果我们要跟上帝亲近的话 必须要献祭 要有一个sacrifice 要有一个帮我们献祭的人 一个priester 所以必须有这个动物 必须要有这个sacrifice 必须要流血 而且我们要有一个mediator 所以这个blood和mediator 我们知道以后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这个也是一个复习 就是我们讲过 Exodus他们这个脱离了这个bondage 他们出来了这个出埃及 然后他们后来呢就走到了西乃山 然后有律法 然后有盖这个帐幕 可是你记不记得帐幕盖好以后 在Exodus的最后一章的时候呢 摩西进不去 40章35节的时候 摩西根本进不去 因为里面是神圣的 摩西这个时候呢 他们通通都还没有成圣 亚伦什么都没有成圣 所以从立位纪一之一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进不去 所以那个耶和华是对着摩西叫的 所以他是 The Lord called to Moses From the tent 他从会幕中呼叫在会幕外面的摩西 可是我们把整个立位纪通通读完以后 我们进入到民数记的时候 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 哎呀摩西进去了 所以The Lord spoke to Moses in the tent 所以他在西乃的旷野会幕的中间 去效应摩西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立位纪 这个里面讲的所有的东西 It does work OK so this is what happened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读呢 就是立位纪的第九章第一节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 已经经过了七天 他承圣了这个礼 OK所以每天再重复重复做 所以现在是第八天了 所以第九章的地方呢 这个就是摩西跟他的儿子 要为整个以色列人来献祭的第一次 OK所以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special的地方 所以是在第八天的时候发生的 八就是一个new beginning的意思 整个在圣经里面的那个数字 都是有意义的 以后我们再会整理给大家 你一半知道的话 一就是一卡 就是唯一的 然后那个trinity是三 然后一个圣节 holy number 应该讲说complete number 是seven和twelve 所以现在这个eight呢 是new beginning five的话是grace 六的话是flashy 因为比那个七少一个 那个不complete OK 所以在第八天的时候 有哪一些人来呢 就是亚伦他的儿子 还有以色列的长老 这个长老就是zakhan 或是zakhanin 都可以啊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当初 如果会众犯了错的话 都是由这个zakhanin来代替的 我们知道这个众长老 是比较年纪大的 所以原文这个zakhanin 这个zakhan的意思呢 是长胡子 长了胡子的 比较有智慧的 好 所以是这些人来了 那第九章第二节 接着呢 这个摩西就对亚伦说 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沟牛犊 做赎罪祭 一只沟绵羊 做凡祭 都要没有残疾的 献在耶和华的面前 这个呢 在第九章第二节 这两个献祭 赎罪祭和凡祭 一只沟牛犊 和一只沟绵羊 其实是先替自己献祭 所以九之二呢 我教他亚伦第一次献祭 是为了自己 OK 所以他这个Sing Offering 和这个凡祭 你可以看到这个Sing Offering 他献的是沟牛犊 中文翻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是惠众要犯 犯了这个Sing的话呢 要有这个赎罪祭 你记不记得是有分阶级的吗 所以他是沟牛犊 中文没有问题 英文的话 有一点点小差别 他这个叫羊部 这个地方翻的是Kelf 其实一样啦 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有争议性的 凡祭烧的是 是供绵羊 我们知道那个Burn Offering 都可以嘛 从大的牛到小的羊 那sheep的话呢 就是记得 凡祭一定要供的才行 OK 那供的绵羊 供的sheep 本来就是red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OK 中文英文都没有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这样一直烧呢 这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树林上的意思 就是说 他虽然在过去的七天 亚伦跟他的儿子 每天都要烧一只 这个公牛 已经烧了七天了 可是呢 即使是这个样子 他还 我们还是 就是公 我们讲的亚伦 其实就讲了 就我们自己 我们虽然 我们每天都需要祷告 我们祷告以后 不代表我们就 就OK了 OK 他限了 每天限一只公牛 不代表说 他就已经 computed 就perfect了 因为他 随时都还会犯罪 因为这个信 我们讲过 包括了 iniquity 对不对 包括了那个 iniquity 就是脑子里面 想弄那种 不好的念头 所以呢 随时都会发生 所以随时呢 都要 concentration 所以这个 做了七天的 concentration 做了七天的 这个承受 圣职的这种祭 没有办法 让一个祭司 变成完全 所以他在替 别人献祭以前 他自己要先替 自己先赎罪 OK 那同时也告诉我们说 献去的这个动物 虽然是没有瑕疵的 可是还是不complete 所以所有 这样一直在这种 祭司的过程当中 你要一直记得 很清楚的一点 就是 整个上帝 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最后要找到一个 完美的献祭 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有一个 这个需要 所以 All points to the need for the only perfect sacrifice that will come one day Jesus Christ OK 好 然后第二次 那个除了要献一只牛 来 勾牛犊 来做成这个 赎罪 第二 然后他要献一只 勾绵羊 来做成凡祭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他虽然过去 每一天都有 烧两只勾绵羊 可是呢 还告诉我们 烧了十四只之后呢 still more we can give to God still more we can dedicate 所以这个意思表示说 成圣的这个过程 是 ongoing in our life in your life in Aaron's life 在所有的上帝的 那个priest里面 是一样的 这个罗马书12章 第一节的时候呢 也echo到这个地方 这个保罗劝大家说 他以神的慈悲 劝我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一个continuing ongoing的一个动作 这一种献祭呢 是 这种dedication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也是 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好的 我们接下去念到第九章 第三节到第六节 好 他已经先替自己献祭了 他献了赎罪 祭 他献了凡祭 他现在要真正开始 九之三 是他第一次 真正的要为大家来献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如果前面念的 比较清楚 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有一些疑问 他说 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 他要献四个祭 好 我把它放underline 赎罪祭 然后凡祭 平安祭 素祭 OK 所以赎罪祭呢 他拿了一只公山羊 然后呢 凡祭是一只牛肚 和一只绵羊膏 然后平安祭 是一只公牛 一只公绵羊 然后还有素祭 要调油的 这个第一次 为会众献完祭之后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摩西会跟他们讲说 你看好 我们这边念一下就知道了 他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又取一只牛肚 和一只绵羊膏 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 做饭祭 又取一只公牛 一只公绵羊 做平安祭 现在耶和华面前 并取调油的素祭 因为今天耶和华 要向你们显现 于是他们把摩西 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 全会众都进前来 在耶和华面前 摩西说 这是耶和华 吩咐你们所当行的 耶和华的荣光 就要向你们显现 所以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次献祭 第一次为会众献祭 那神非常开心 所以最后呢 这个耶和华的荣光 这个Shabbat会出现 这个Kavah会出现 OK 他同时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那他是做什么呢 他是用一只GOT 其实是小GOT 所以是Kid of the GOT 所以他说 用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然后一只牛肚 一只绵羊 来做这个繁祭 平安祭呢 也是一只公牛 是牛跟羊 所以都是牛跟羊 牛跟羊做繁祭 牛跟羊做平安祭 然后有树祭 然后这个赎罪祭 比较奇怪 为什么 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在讲过 我在立位祭第四章的时候 有讲过 如果说是要替祭司或是会众 来赎罪的话 献赎罪祭的话 应该献什么 应该献公牛肚 要献一个比较大支的 那如果是官长的话 才会献一只小支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会突然变成献一只 比较小支的做赎罪祭 他明明不是要对所有 替所有的以色列人 第一次赎罪吗 没有真正的原因 我去查了很久 这一段都查不出来 真正的一个原因 大家一般的解经就在讲说 这个九支三这个地方 它献的 为会众献的第一个赎罪祭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特别的 跟刚刚第八章 那个陈胜的那个祭是一样的 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赎罪祭 它没有用牛 它用的是一只羊 是一只公山羊 他们解经说为什么呢 它说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 替会众献祭 那这个时候 这个会众 还不知道他们犯了罪 你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有讲过 这个赎罪祭是一个 是一个 献一个 必须要知道的罪 如果是引而未献的罪呢 那没有什么好献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罪以后 所以他现在献这个赎罪祭 他不是为了任何的一个 特别的 犯了一个罪 我杀 我误杀了一个人了 或者我踢小狗了 所以我今天来 来献一个赎罪祭 不是的 他就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 Ceremonial的 Sing Offering 所以在他们解释 就是说 所以他的阶级可以降低一点 他不是真正的来赎罪 所以他降到下一个阶段 像是跟官长一样的 OK 那我自己记的时候 我就记得在这个地方 第八章是一个特别的赎罪祭 第九章第三节也是一个特别的 所以我教他叫特别的 这个献祭 是亚伦第一次为他人来献祭 所以他献什么呢 同样的献赎罪祭 献盘祭 献平安祭 献宿祭 那这个凡祭跟平安祭 献的都是一只牛一只羊 OK 很简单 你牛可以记凯夫 或是波都可以 你简单一点 就通通记成牛 这个地方念成中文的 还比较好一点 那你也可以记 绵羊糕 记得这个是绵羊糕 这个是软 比较大的 这个比较小的 所以就记得是公的 这只必须要是公的 平安祭的话呢 它是用公的 其实是无所谓 OK 所以这个 凡祭平安祭没有问题 但问题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地方 用的是一个公山羊 我这个地方还是用橘色 原因就是因为 它的英文叫 Kelf 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一般用的是 这个 波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用的也就是 比较大只的 所以是go 这会是sheep 比较成型的 可是在这个地方 它第一次 为他人献祭的时候 它可以用一个 比较小一点的 所以用了一个 Lam Lam就是一岁以下的 这个绵羊 所以稍微小制一点 就对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九子山是一个 很特别的 它第一次 为他人献祭的时候 会有一点 跟前面的东西 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两个 比较额外的 我把它再放一次 所以九子山是一个特别的 第八章也是一个特别的 所有用橘色的地方 标示的 都是跟 一般其他五个季 我们一般知道的季 不太一样 所以我教他两个 额外的特别季 这个地方 还是一样 放在大家这边 给大家看 好 我们现在回到 这个第九章 三之六节 然后呢 这个应该就没有问题 如果这么做之后呢 耶和华的荣光 就会显现 到九之七的时候呢 刚刚前面 九之三到六 都只是交代他 你要这么做 你要这么做 从第二节到第六节 都是交代 所以你要这么做 你要这么做 OK 从第七节开始 就真正要做了 所以他要先替自己献祭 摩西对亚伦说 你究竟谈前 献你的赎罪祭和凡祭 看到没有 就是一只牛一只羊 为自己与百姓赎罪 又献上百姓的贡物 就是包括赎罪祭 是一只羊 然后凡祭平安祭 就是各一个牛一个羊 然后再来是宿己 献上这些这个贡物 为他们赎罪 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所以这边很重要 先替自己赎罪 然后才能替别人来赎罪 你要在serve人家以前 必须自己是干净的 OK 好 接下去呢 第八节到第十四节 就是真正要做 所以亚伦这个说就 于是呢 亚伦就进谈前 宰了为自己做赎罪祭的牛肚 亚伦的儿子把血缝给他 他就把指头粘在雪中 抹在坛的四角上 又把雪倒在坛角那里 唯有赎罪祭的纸油 和腰子并干上去的网子 都烧在坛上 是赵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又用火浆肉和皮烧在银外 亚伦宰了凡祭生 他儿子把血递给他 他就撒在坛的周围 又把凡祭一块一块的 连头地给他 他都烧在坛上 又洗了丈夫和腿 烧在坛上的凡祭上 所以这个八到十四节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赎罪祭凡凡 他是先替自己 去做这个事情 把自己心结尽了 才能服务人家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重复的 所以他在赎罪祭的时候 他赎的是一只公牛 那一般的话也是牛 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一般现在是牛稍微大一点 这个地方稍微小一点 他是一个央布 是一个波克尔 其实差不了多少 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讲过 一般的赎罪祭会 把这个血带进这个帐幕里面 然后对着这个曼子坛七次 然后抹在香坛的上面 可是这里第一次 为自己献祭的这个地方 这个血是抹在外面 那个铜坛的四角上面 凡祭的上面 比较没有什么争议性 然后赎罪祭跟凡祭 都是要全烧 不能吃 凡祭的皮也都不能流 所以这个等于是在九至二的地方 是一模一样的 他现在照做了 然后接下去是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替百姓献了 献什么呢 就献赎罪 就献赎罪祭 一支公山羊 然后再来是凡祭 再来是宿祭 再来是平安祭 OK 这个地方我把这个红 我们念一遍 然后你看它有一点地方 有一点地方有争议 他第一个他说 他奉上百姓的贡物 把那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 为罪献上和仙献的一样 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什么是仙献的 也奉上了凡祭 照了一而现 他又奉上了肃祭 从其中取一满把烧在坛上 这是在早晨的凡祭以外 亚伦宰了 那给百姓做平安祭的 公牛和公绵羊 他儿子把血地给他 他就撒在坛的周围 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 纸油肥尾巴还有盖藏的纸油 与腰子肝子肝上的网子都递给他 把纸油放在胸上 他就把纸油烧在坛上 胸和右腿 亚伦当作姚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做这个给百姓做的品 这个赎罪祭 跟先前的赎罪祭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先 先打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等一下再讨论 所以凡祭没有问题 素祭没有问题 这个平安祭也没有问题 平安祭是牛和绵羊 相同的 他们就把那个肥油 脂油啊 肥尾巴啊 肝跟腰全部都烧掉 烧掉之后 他会把这个平安祭的 胸和右腿 拿出来当作是姚祭 OK 然后摇一摇 这样子呢 就可以给他吃掉了 这个平安祭的这个地方 OK 那这边都没有问题 问题是在这个赎罪祭的 这个公山羊的这个地方 OK 我们也看过这个这个是重复的嘛 对不对 九之三是特别的第一次 所以他这个地方用的是公山羊 一般是牛肚 这个抹的地方不一样 就这个九之二九之三 这个地方是 是很类似都是抹在坛的这个地方 然后凡祭我们讲过是一只牛一只羊 所以一只牛一只羊 所以没有问题 平安祭一只牛一只羊 然后胸和右腿 亚伦做摇旗 这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以前在念到这种摇旗啦 这种举祭的时候 是在立卫祭第七章的时候 会提到胸拿来摇一摇 腿拿来举一举 那在初哀旗季二十九章的时候 其实就最早摇旗跟举旗 最早提的时候呢 是在二十九章的地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素季 所以它有四个季一起 都是为他人而记的 那这个举旗和摇旗 最早提不是立卫祭 我们在初哀旗季二十九章的时候 就提过了 也就是胸拿来摇一摇 然后那个腿拿来举一举 那这个摇旗跟举旗 你去看它原文的话 那个摇旗的英文叫wave offering 所以是左右摇 heave offering是举旗 所以上下举 你去看那个原文 那个举旗的原文呢 叫做t-run-a 所以这个字根是run的意思 那这个摇旗呢叫tanufa 其实tanufa这个字 其实就是t-run-a 这样子过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什么 摇旗跟举旗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字根是一模一样 那摇旗举完以后 这个都是送给扣哈宁的这个礼物 都是给祭司吃的 OK 那我上次也跟大家讲过 摇一摇举一举 就是就会变成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预表 我们的耶稣基督 OK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问题比较大的地方 是这个赎罪祭 这一句话叫做 他奉上百姓的贡物 把那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 宰了为罪献上 和先前献的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地方呢 亚伦在替大家 在替惠中献祭的时候 他拿赎罪祭的那个动物 已经不是公牛堵了 如果今天是公牛堵的话呢 应该就要把它全部都烧掉 记不记得 然后那个血也要拿到 会幕里面去谈其次 可是如果是公山羊的话呢 就在外面谈上抹一抹就可以 我们讲过这个罪 因为不是那么明显的罪 所以呢 就是因为是第一次献祭 有点是为献而献 所以他这个时候的 People's goat呢 应该是按照 goat的方式来办理 所以也就是说 应该是 把他的脂油干肾烧掉之后 剩下的肉 应该祭祀是可以吃的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亚伦在献祭的时候 他把他献成 跟他跟他自己 为他自己献的赎罪祭 那个公牛堵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把他全烧了 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祭司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赎罪祭 献了一只牛的话 是全烧 如果你今天是为会众的赎罪祭 献了一只牛 也是全烧 可是九之三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特别的祭 所以他献的是一个公羊 看起来他也是全烧 所以这边有一个question mark 这个地方亚伦有没有做对 你要念到下面 第十章结束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不讲 这个答案 我们先读下去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 放一个question mark 就是好像九之十五 这个地方 他为会众献的这一只赎罪祭的 公山羊 应该是可以吃的 结果呢 他把他全给烧了 OK 所以我放了一个question mark 在这个地方 这个可不可以烧 OK我们先继续读下去 第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所以他替自己献了祭 然后又替所有的会众献了祭 所以他接着呢 他就要祝福了 所以亚伦向百姓举手 为他们祝福 他献了赎罪祭 凡祭 平安祭 就下来了 然后摩西亚伦进入会幕 又出来为百姓祝福 耶和华的荣光 就向众民显现 然后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在坛上烧尽凡祭 所以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个祭司为人民 为百姓再来祝福 这个blessing 祭司的祝福 在旧约里面 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明书记 我们以后会念到明书记 第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 这个老基督徒应该都会背的 他就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祭司的祝福 你知道你跟我也都是有君征的祭司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最好守度 因为我们应该可以 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说 这个地方 亚伦不知道是不是 是这样子来替众民来祝福的 所以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说 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 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所以赐福 赐恩 赐平安 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词 你念他的英文 地方也很美 他说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shine 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turn his face towards you and give you peace 这是NIV的这个祷告词 你要记得 我们都是有君征的祭司 所以我们都是要为彼此带导 要替大家祝福 以色列人 这个以色列Israelites 真正的意思是governed by God 所以只要被神管理的人 都是以色列人 所以这个祭司的祝福 在明书记第六章 22到27节 其实是给你我的祝福 真的是耶和华赐福 赐恩 赐平安给我们 还有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祭司的祝福 就是上次我们讲过 那个Tabernacle 不是过了约旦河 第一站是吉甲吗 第二站就是那个 薛肯事件 到事件的时候呢 他们会在那个 激利新山的上面 Garazin的上面 会替大家祝福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 祭司的祝福 我们就不念了 但是你看一下 红色的地方 这个祝福的时候呢 就是祝福让 被祝福的人呢 实力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那不管是在城里也蒙福 在田里也蒙福 不管是自己所生的 地上所产的 牲畜所下的 然后家里养的畜生 牛肚 羊羔都蒙福 家里的器具 筐子或是团面盆 也通通都蒙福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有人来攻击你 他们从一条路攻击 可是七条路要逃跑 在仓房上面 所有一切办的事情 通通都有福气 而且呢 地上所有的万民 都会惧怕你 因为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太神圣了 而且耶和华会替 替这些 替我们开天上的福库 还会降雨 在我们的地上 我们的穀物 就会长得很好 而且呢 我们都是借给人家的 我们不会让人家借贷的 然后我们都谨守 这个神的诫命之后呢 神会让我们 作首不作为 居上不居下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美的 这个生命级 28章的祝福的词 那在2020年 我们知道2020年 是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年COVID-19 那个Carrie Jobe 一个女的演唱家 和一个男生 Cody Karnas 就用这两个经文 这个民数级 和生命级的经文 放在一起 写了一首歌 叫做The Blessing 所以欢迎你们 自己去网路上听 去YouTube听 它有两个版本 如果这个紫色版本 是radial version 比较短一点 我建议你有空的时候 去听一下 这个长的版本 有十几分钟 我这个link放在这边 你可以去找一下 但是你打一下 这个Carrie Jobe的 The Blessing 它应该就会出来 有歌词 可以照着唱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歌词 写得非常美 然后它这个英文的 就是用生命级 跟民数级来 一起做背景的 所以你看 它说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ke his face shine about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turn his face toward you and give you peace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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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美 然后接下去 就是生命级的 甚至有出埃及级的 这个祝福 它说 May his favor be upon you and a thousand generations and your family and you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所以你看 这个祝福 这个地方 一下祝福的四代 所以我自己的 不要说是我好了 我跟陈伟一致 这是我们的家庭 我的小孩 Alex and Tiffany 然后这是Alex and Tiffany 的小孩 我的孙子 这是Alex and Tiffany 的小孩 他们的小孩 so their children 的 their children 所以有四个 generation 非常美 接下去呢 他们就把生命级 28章放进来 他说 May his presence 所以他的神的同在 是在我们前面 在我们后面 在我们旁边 围绕着我们 在我们的中间 他永远都是 跟我们在一起的 in the morning in the evening in your coming and your going in your weeping and rejoicing he's for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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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管是 早上晚上 不管是你出 还是你入 祝福都是跟着你的 不管是在你 伤心的时候 还是在你 开心的时候 神永远都 站在你这一边 这首歌非常好听 刚好就是这个 祭祀祝福改编的 所以你们就 自己去听了 好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到 利未基第十章的 第一节 第十章第一节呢 这个时候呢 就出了一个大事 这个时候 亚伦的儿子 有两个儿子 Nadab和Abihu 拿达和雅比户 各拿了自己的香炉 城上火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 献上反火 是耶和华 没有吩咐他们的 这个图形 就是大家可以 很容易记出来 记得 利未的小孩 是有三个 其中一个 比较重要是Kohat Kohat生了 也生了一堆小孩 那其中一个是Emron Emron呢 生的就是亚伦 亚伦就有四个小孩 所以包括了 Nadab 拿达 Abihu 雅比户 Eleazar 还有呢 Itamar 那如果是摩西的话 生两个 一个是Gershon 一个是Eleazar 我们跟你讲过 这个Eleazar Eleazar 英文好像哦 你记中文也可以 Eleach 这个是Eleasa 都可以 所以我们知道是 四个儿子都在 在前两个闯了祸 Nadab和 白虎闯了祸 那这个反火 这个事情呢 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 什么是反火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晓得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我们知道 他这个行为是耶和华 没有吩咐他们的 他们自己来搞的 所以是因为他们太笨吗 Stupidity 还是他们太骄傲 现在总算他爹 那个第九章完了 现在轮到他们上场 然后得意洋洋的 得意而忘形 还是有ambition 他们想要 就是自己在那边 加上一些自己的 这种野心进去 还是因为已经 做了七天了 他觉得 就是已经七天 在这个店里 弄来弄去 一直在 在献这个鸡 他是变得很impatient 他会不会是 有点jealousy 或是怎么搞 都是亚伦 都是摩西在前面搞 因为后面 我们会念到一些人 是会开始会有jealous 那这种七天 一直在 一直在repetition 一直在重复的 这种献祭 他们会觉得好无聊 很boring 啊 好无聊啊 那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他们有一种legacy 为什么 他们是这个 亚伦的儿子 他们是摩西的侄子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要知道说 他们的这个 legacy 带再大 他们的成就 政绩 他们的遗传 再大 但是呢 他们所有这种 spiritual experience 在属灵上面 跟神的共处 是不能够相伙延续的 OK 所以耶和华 如果没有吩咐他们的话呢 这些都是错的 而且他不能够 因为自己的身份 觉得自己 好像很了不起的 地方 所以这里有个 很重要的一个教训 就是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 自己去跟神 建立一个关系 要有一个 abiding relationship 神跟我们之间 是很comfortable的 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住在他的里面 我们必须要grounded 所有的这种relationship 必须要是grounded 在神的话语的上面 so only an abiding relationship grounded in the truth of God's word 才能够知道 我们是可以跟神 建立一个 upright的一个relationship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要跟神 建立一个关系 即使是亚伦的儿子 即使是摩西的侄子 God has no grandchildren God只有自己的儿子 只有child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生的那个乖宝宝 生的儿子 生的女儿 可是必须要自己去做 然后呢 也不能因为我们的父母 我爸爸是 我爸是牧师 我爷爷是牧师 我奶奶也是牧师 所以我就没问题 不行的 必须要自己有这种 abiding relationship 才可以 那这个火 到底是这个什么是反火呢 英文里面可以有的 反profen fire profen我们知道是冒粉 那种讲脏话的意思 那他可以是unauthorized 你叫他没做 他跑去做的 faring 是一个外传的 strange 奇怪的 所以什么是反火 我们不知道什么 真正什么是反火 但是我们知道 他很可能 第一个 香不对 他把那个 那个前面讲说 他用固定的香 是制胜的香 他用错了 他变成他自己的 我们知道那个香 是我们是在 初埃及记 30章的时候念过 它的成分是固定的 必须要是 not of 施洗裂 然后一定要洗粒笔拿 然后一定要浸乳香 然后混在一起 是制胜的 不可以乱闻 不可以乱做 我们也跟大家分析的很清楚 那个not of的话 其实就是松香 就是这个松脂 滴下来的 这个 这种树脂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 因为它非常的香 这个在 Syria Palestine的那个地方 是非常常见的 你燃烧的时候 那个烟会很香 所以这是not of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Shahalath 施洗裂 或是叫做onichia onichia 或是那个Shahalath 的话呢 我们讲过有两种讲法 一个是植物 分泌出来的一种 黑色的树质 所以因为是黑色的 onix 有没有那种 那种宝石 是黑色的 所以它也可以叫onichia 或是onica 所以它这种黑色的东西 粘在那个绵羊的毛的上面 就会变成黑色的 所以呢 它把那个绵羊毛 拿下来的时候呢 可以给法老王那个戴上去 好像是一个胡子 它这样戴上去 很像狮子 很像一个会吼叫的狮子 所以这是Shahalath 那还有一种Shahalath的讲法 不是植物的 有一种可以是植物 它有一种是海里的那种 那种 一个螺 在红海的海螺的上面 会有一个这种螺盖 它把这个螺盖拿下来呢 它其实在直接点燃的时候 那气味很呛鼻 但是它拿下来 它把它磨碎了以后 然后泡醋 然后加酒 然后磨成粉 以后去燃烧 就非常非常的香 它有那种支撑叫香爪 好像是一个爪子 一个很香的爪一样 所以它这个湿洗链 那个Shahalath的话 很可能是植物提炼出来的 或者是这个海螺提炼出来的 都可以 我们知道是很香 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香料 然后呢 再来是那个Shabana 洗利比拿 我们知道Shabana 它也是一种树脂 然后它这种树脂 原来会有一点呛鼻子 它拿来是做驱虫剂的 他说可是呢 你如果把这个Shabana 跟其他的香料放在一起 它会让其他的香料的味道 变得非常的强 那当然还有静乳香 静乳香的Frankincense 我们讲过好几次了 这个在耶稣出生 耶稣死亡的时候 都在的一个字 所以它通常就是 Frankincense是一个很高级的 因为这个Frank 是指很pure 很noble的意思 所以这个Frankincense 就是这个香料 是非常的high quality的意思 那Frankincense的这个字 根本来是白色的意思 它流出来是一种白色的树脂 久了以后会稍微变成黄色的 所以中文翻乳香 翻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 Nata Shabana 或是Frankincense 这些呢 其实这几个香料 都是从树上分泌出来的 除了这个 这个Shabana 很可能是海螺之外 绝大部分都是 从树上分泌出来 像眼泪一样 OK 然后呢 它们全部都是imported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些其实都是预指的 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香是不能乱搞的 如果香不对的话呢 很可能就是 这个繁火出了问题了 那除了香不对的话呢 可能是火不对 这个火 我们在第九章二十四节的时候 什么是对的火呢 是这个火是耶和华来的 所以 爬拉一下那个火下来 在铜坛上面呢 把这个繁祭之油都烧掉 以后这个火就不熄了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它们今天如果要把一个火 拿到这个 圣殿里面去 那个Tabernacle里面去 现的时候呢 必须要从这个铜坛上面的火 去拿 因为这铜坛上面的火 是耶和华给的对火 那火不对 不对的火是很麻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 以后在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会有一头兽 这一头兽 我们读一下 它会这样 它也会 也会搞那种 那种怪来怪 怪力怪气的火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它说 我又看见另外有一头兽 从地上上来 有两脚如同羊羔 说话好像龙 它在头一个兽的面前 施行 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死伤医好的 头一个兽又行大骑士 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所以我们就知道 火不对是不行的 这个火呢 一定要从耶和华的火来的 像这个撒旦的火就不可以 这个另有一个兽 我这个头一个兽 在Revelation里面 我跟大家在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念一次 在Revelation 12章 13章的时候 会出现三个动物 一个是一个红龙 天上会出现一个异象 这一只龙呢 有七头诗教 然后有它的头上 带了七个怪免 它的尾巴拖拉着 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这一只大红龙就是撒旦 这个尾巴拖拉了 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就是把天上的天使 带了三分之一下来 就变成鬼了 就是今天的 Demon Evil 然后Revelation 13章 一到三节 会看见有一个兽 它会从海上上来 有十脚 七头 跟七头十脚 跟那个大红龙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在十个脚上 带的是十个冠冕 多了三个冠冕 然后七个头上呢 有亵渎的名号 我所看见的兽 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个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习起 跟着那个兽 这个兽是谁呢 就是狄基督 然后Revelation 第十三章 接下去还会就是讲到 刚刚这个兽了 会有另外一个兽 所以头一个兽受伤以后呢 它会医治好 那个会医治好那个兽 而且它这个起来的 这个兽的兽 会叫另外一个兽呢 会叫人去拜另外一个兽 而且它会叫火 它会行奇迹 它会搞那个反火 从那个天上降下来 这个Clarus Larkin 也是把它画成这个图 就很好记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个大红龙 有七个头 一二三四五六七 很好记 然后七个头十个脚 所以你看 每一个头上一个脚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这个上面有四个脚 所以就十个脚 对不对 所以七头十脚 然后每一个头上会有一个皇冠 所以七个皇冠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冠冕 所以这个是撒旦 这个是底基督 这个底基督看起来像豹子 然后熊脚 然后这个吼叫的 这个什么 这是什么狮子 是不是 我记不起来了 对没错 口像狮子 所以像个豹 像个熊脚 像个狮子 然后它有七个头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也有十个脚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这个地方四个 七八九十 然后它这个地方看 龙和这个 这个第一个兽 这个撒旦跟底基督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它这个地方带的冠冕更多 它十个 所以它卡在那个脚上 我觉得画得很好玩 然后呢 所以这个是Antichrist 这个是Anti-God 这个是Anti-Holy Spirit OK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兽 第二个兽 所以它看起来像羔羊 声音很像是龙 有两个脚 然后它会叫这些人去膜拜这一只兽 你看这个兽受伤了 你看这边有血流出来 看到没有 然后它看起来像死伤 可是它可以死里复活 所以他们叫这些人呢 去拜这个兽 然后除了拜这个兽之外呢 在他们的头上打印666 然后它可以从天上降火下来 这个以后我们念到 启示录的时候呢 可以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地方耶和华不喜欢 可能是香不对 可能是火不对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不晓得 这个台湾话是比较 乱走乱跑 就是不能够进入到 那个制圣所里面去 他们很可能跑进去了 他们跑到制圣所了 Pass the veil Into the Holy of Holies 接着我们在16章 第1到2节的时候 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 他说亚伦的两个儿子 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 死了之后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要告诉你哥哥亚伦 不可随时进圣所的曼子 到贵上的施恩座前 免得他死亡 因为我要从云中 显现在施恩座上 OK所以很可能是 香不对火不对 或是乱跑 跑到这个帐幕 圣所的制圣所去了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很可能是喝醉酒 因为接下来在第10章 第8节到第10节 立刻也在说 耶和华小玉亚伦说 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 清酒浓酒的不可喝 免得你们死亡 只要做你们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使你们可以将 肾的俗的俗的 结晶的不结晶的分别出来 OK 所以不可以喝醉了 这个behavior problem 他们可能这两个孩子喝醉了 讲到这个醉酒 我想到一个故事 就是那个 Riverside 那个Greg Glory 那个 那个 那个Crusade 他叫什么Crusade 我现在忘记了 一下忘了 你知道是谁 好 Greg Glory那位牧师 他太太会做饭 所以呢 那他就有人在 就是在accus他 说他太太喜欢喝酒 因为看到他去酒店 买了那个rum酒出来 后来他们出来澄清 为什么呢 因为Greg Glory的太太 会做那个Cake 所以他做Cake的时候 需要放一些rum进去 所以他买酒是为了做Cake 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出现 出事了以后 我记得当时Pastor Rick 跟我们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讲说 Settleback里面 所有的牧师 还有服侍的 就是有这个指纹的 他都叫我们不要喝酒 所以后来我在 Settleback做那个Ministry 做得比较深的时候 我们有做到那种 Late Counselor 还有做那个 Shape Guide的那个Counselor 那个因为是Counseling 他都觉得说 我们的 必须要分别为深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都要签一个月 就是不可以喝酒 那我们家妹妹在 Settleback服侍过很久 她曾经是 Settleback正式的职员 她也是 必须要签一个月 不可以喝酒 她那小鬼是真的就是 我们有时候 去什么日本店 她也要喝sake 她都完全不喝 所以一直到她从 离职了之后 她才会拿酒 一起来喝 所以这个我觉得 Pastor Rick教导非常好 就是瓜田不纳履 那个 对不对 就是什么 那个要避嫌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们的church 做得非常好 那这里呢 那个 Nedip 很可能就是喝醉 所以有这个原因 可能香不对火 不对乱走 然后可能是喝醉了 还有一个原因 它可能是 拜了别神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反火 我们跟大家讲过 它原来有一个 就是Farring的意思 所以它很可能 去拜了别神 在上44章的时候 就是如果我们望了神的名 或者向别神举手的话 这样子呢 跟着这个Pagan走 跟着这个外邦人Gentile走 其实就是一个Farring Behaviour 那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大祭司 如果说要进入到 至圣所里面去 一年大祭司去一次 他必须要拿他的小香炉 然后又从那个香坛的前面 那个因为香坛的火 也是从铜坛里面拿来的 所以他从香坛里面呢 这个从铜坛过了一个火之后呢 他把他的这个木炭拿出来 同时戴上这个特别的 这个香料 然后进入到曼子里面去 然后在耶和华的面前 把这个香放在这个火上 然后那个香的烟云 就可以遮掩法柜上的世人座 可以免得他死亡 所以这是correct way to do it 一年只有一次 所以这边的lesson 我们要学什么 第一个事情就是 God is holy God是非常 我们真的在亲近神的 那个中间 神是显为圣的 神是要得荣耀的 所以不能够去欺骗他 不能够去欺哄他 不能够走捷径 然后在在新约里面 那个石鹏新传里面 有一对夫妻 就是亚拿尼亚和莎菲拉 那个安拿尼亚和Sephora 他们两个那个卖了 卖了他们的那个家里的田产 其实卖了田产 你就你都不用去 你不用去捐给教会的话 没有关系 你这个既卖了 要捐多少是由这个 这个自己人来做主 可是呢他骗了 OK所以他这个骗了之后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念一下就知道 他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萨菲拉卖了田产 把嫁营私自留下几分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 彼得说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价钱 嫁营私自留下几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 嫁营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意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 所以神没有办法得荣耀 然后不能够显为神 他的太太也是一样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 就扑倒断了气 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有些少年人起来 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约过了三小时 他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对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价银 就是这些吗 就是他这个老婆说 就是这些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要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移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妇人立刻扑倒在 彼得脚前 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 见他们已经死了 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的旁边 所以我们在对神的那个态度上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二七节到三十节 也是要有一个礼 要按照一个章法来做 像这个是领圣餐 如果不按照礼来吃这个煮的饼 喝煮的杯 没有先自己行审 没有先自己去忏悔 那最后的话吃下去 很可能是吃喝自己的醉 所以在我们的中间 在一般的人中间 也会有软弱的患病的 睡的死的 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所以要跟神的那个 那种崇拜的那个心 是不能够降低的 而且神知道我们的心 我们到底真正在相信什么 我们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他都知道 所以神喜欢的是什么 神喜欢是在诗篇五十一章 十七节的地方 他要我们有一个 humble heart 他要我们有一个 contrified heart humble heart 是整个人沉浸下来以后 他这个忧伤不见得是sad 但是一个broken 知道自己的不足 然后就会整个降下来 就是从那个高的地方 突然降下来 你会知道自己的 自己的broken 自己的not enough 然后这个时候 又开始会忧伤 然后有这种 contrified heart 有一种要repaint的这个heart 如果这个heart是对的话 所以神就是会不轻开 我觉得我很喜欢 这个NLT这个版本 NLT这个版本说 The sacrifice you desire is a broken spirit you will not reject a broken and repentant heart O God OK 所以我们在跟神的 那个关系的时候呢 就是要小心 我们要记得 神对我们非常好 他给我们grace 他给我们mercy 有恩典 有怜悯 他给我们很多的chances 很多的second chances 但是我们要知道 神同时 当我们谈到他的honor 他的神圣 他的glory 他的holiness的时候 他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所以你可以从很多 章节这些地方出来 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 很简单 因为人也连 我们自己人间的 那个爸爸都会管小孩 何况是天上的呢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管我们呢 因为最后要让我们也很holy 他holy 我们也要holy才行 他得荣耀 是因为我们可以holy的关系 所以经过我们holy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平安的果子 我们就会有这个righteousness出来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念到 就念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下一次 再从第十章第二节以后 我们就会把第十章全部结束掉 OK 希望 希望啦 就大概最多是两次 OK 好 谢谢大家 那同时也是 我会把那个 整个那个改过以后的 那个version 那个叫什么的 The God's Glory 整个version 我会把那个仪器结束 四十三章放进去 那就麻烦你到下面去 再download一次 那个pdf 你可以拿来做 就是放在一边 以后因为你只要听过一次 你真的就翻一下 应该就对了 这些表送给大家了 OK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回见咯 晚安 各位 感谢观看